恭喜赵丽颖,新手妈妈终于出院了。 3月11日,距离盈保生完孩子已经是第三天,在媒体的围追拥堵中,在新手奶爸和家人的保护下,盈保匆匆出院了。 赵丽颖自从怀孕生子后,就再也没公开出现过,所以对于怀孕后的盈保到底长胖了多少?网友是充满好奇心的,这次赵丽颖产后首次现身,打扮得非常隆重,巧妙地遮掩住了身材。 赵丽颖穿着黑色的脸体长裙,戴着黑色的帽子和口罩现身,就连戴的墨镜都跟颖宝的性格一样,小巧又可爱,在北京的大冷天果城这样的丽颖也太真实了,这才是正常的孕妇该有的样子吗? 之前在采访的时候,赵丽颖说自己颈椎不好,受不了凉,包裹这么严是应该也是怕受风吧。 从照片可以看出,赵丽颖圆润了不少,脸上的肉肉也是鼓鼓的,差点连口罩都遮不住了,这次出院,赵丽颖还耍了一点小心机,用一件大衣挂在手臂上,然后牢牢地遮挡住了她的肚子。 刚生完孩子不久,赵丽颖的小肚子肯定是没那么快就消的,因此即便颖保用黑大衣遮盖了一下,但从侧面还是可以明显看出颖保的小肚来的。 不过对于明星来说,减肥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,不过赢宝还是要先安安心做好月子,再考虑减肥的事情吧。 而冯少峰也是副唱肤髓,跟赵丽颖一样从头到脚穿着黑色的衣服,紧紧护住老婆出院,还小心地搀扶着妻子,尽显贴心好老公风范。 而宝宝则由家人抱着出院,用白色的包被包得严严实实,面对现场拍摄的媒体,工作人员紧紧护住孩子的脸部,其实媒体真的没必要把镜头直接对上去拍一个刚出生几天的小宝宝。 虽然赵丽颖和冯少峰是公众人物,但孩子的隐私还是要保护一下,也注意一下别下着了小宝宝。 虽然大堆媒体拥堵在医院门口,一时造成了混乱,赵丽颖出院的过程困难重重,但冯少峰一直保持着好脾气,不断对媒体表示,谢谢大家。 而赵丽颖在坐上车之后,还开心地对大家挥手说再见,看来媒体的拍摄并没有对她造成困扰,赵丽颖的脾气还是蛮好的,安顿好老婆儿子后,冯少峰也双手合十。 像在场媒体致谢,女生都是爱媒低,哪怕是刚生完孩子不久的新手妈妈,这次采凑出院,虽然赵丽颖戴了口罩,但还是可以看出她有画了眉毛,在跟媒体挥手说再见时,也可以看到赵丽颖手上也是涂了指甲油的,看来这位新手妈妈有点暧昧啊。 最后,希望营宝在顺利出院之后,在家安心坐月子,好好休息再出来营业吧。 女人怀孕生子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,但是碰上是知名度很高的一线女星,可能就要多承受一分大家对她们的关心了,就比如赵丽颖。 赵丽颖怀孕期间,外界就出来好多个预产妻版本,结果都没有生,造谣都造少影了。 最后营宝终于在3月8日,国际妇女节,2月二龙抬头这一天生下了孩子,从赵丽颖生产的医院曝光以后,媒体几乎每天都蹲守在门口,彭少峰提个婴儿兰,买个蛋糕,亲戚进出探望赵丽颖,这些小事都被拍,而且成为了新闻。 如果长时间在医院里住着的话,怕是会影响到医院的秩序吧。 于是,产后第三天,赵丽颖就出院了。 视频中先是一位阿姨戴着口罩,把小朋友抱了出来,小家伙被裹在墙堡当中。 严严实实的,谁都看不到,特别想瞧瞧引爆儿子的庐山真面目,但估计夫妻俩是不会公开的。 紧随其后的则是赵丽颖和冯少峰,夫妻俩都戴着帽子和口罩,没想到还是被轻易认出。 这点还是要为冯少峰点赞的,他并没有一心只爱过刚出生的儿子,而是虚弱的老婆,目测是个好男人没错了。 冯少峰一路上都扶着赵丽颖,为他扫清前进的障碍,很是贴心。 最后把媳妇儿小心翼翼地送进车里,冯少峰还背着一个双肩包,青春有活力。 这哪里像个40岁的老男人,分明还是个少年嘛。 银宝戴着的眼镜镜框很小,十分可爱,大概是为了防刺眼的吧。 据说月子期间的妈妈们是不能